接下来要出场的就是陈丽晴 与她的老公忘记歌阿浦 当大家讲的健忘 发生这样的事情 也就是也都有类似的 但是我最受不了就是 男生上完厕所 然后没有冲水 或者是上厕所的时候 把那个马桶居然给掀起来 这都是让我觉得很匪夷所思 为什么这个小动作会忘记呢 不是啦 然后等一下那也就算了 这么多 有一次我去上厕所 一进去 我吓一跳 马桶里面好像那种呕吐物 然后这样什么碎碎的什么蛋吃啦 还是什么面条截断的啦 够了够了够了 然后还有那种咖啡色的吃 我想说是谁拉坏 是肚子的然后坏掉还是这样 他们是检查的身体 健康检查 不是我 那不是我的 然后后来我就说 阿浦阿浦 我说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生病了 你发生什么事情 结果这位老兄他说 没有啦 那是我一种除臭效果啦 没有啦 因为我们家里会有喝不完的可乐 跟咖啡或者茶 所以你就顺手倒进去马桶里面 但是那个马桶 你茶要让它咬一下会有香气 对 茶会有香气啊 那养什么糊是不是 对 养糊 我们就不用那种化学的那种芳香剂 去把它倒在马桶里面 对 我知道你这个方法 因为咖啡跟咖啡可以除 你看对不对 有没有 去除臭这样子 咖啡没有喝完 那面条呢 面条到底不小跟臭吧 有时候比较懒一点 因为要放厨余一点点就很麻烦 放面吃完的 在哪里看到的啊 看到 我自己想的 我自己思考得很快喔 很节俭耶 那你们现在有淹水过吗 有啊 而且更夸张是 之前 然后那时候我在拍戏 我想说 这个时间你看 差不多是我们女儿小布丁 要洗澡的时间了 我就打给她 我说阿福 你那个小布丁在洗澡了吗 你帮她洗澡了没 她就说 有啊有啊 那个 那个什么 我们现在在外面吃饭啦 后来我就收工回家以后 打开房间门 怎么 怎么一踩下去 那个地板 我们的木地板 我觉得怎么 绞那个袜子是湿的 很怪 结果听到那 蚕蚕流水声 一进去 开那个房间厕所 一看 我的天哪 那个热水一直流一直流 流到房间里面来了 后来我打给她 我说 你你有 你确定你有帮小布丁洗澡 她才说 啊 我本来要帮她洗澡 我忘记了 谁放在那边 所以她人呢 她帮她去吃饭啦 吃饭啦 所以你本来要 就带了你来去吃饭 对 因为是这样子的 你要放那个热水的时候 你不可能一直蹲在那边 看十分钟或五分钟 把那个水放 当然要看啦 真的吗 当然啦 我们放水一定要看啦 然后还用手去试温度啊 没有那个 太浪费时间了 所以我就出来外面上个网 或者看个电视 那你拿iPad拿到旁边 就蹲在旁边看嘛 那小孩在哪里 我没有 小孩子跟我在一起 在特定 还好他没有把小孩放进去 对对对 我一定会记得小孩啦 小布丁突然吵说肚子饿 因为他肚子饿就会很急 说要吃饭 那我也急了 我就说好好好 爸爸带你去吃饭 我们就跑出去了 是因为这样子 那我说你想吃什么 你也要吃意大利面 我们还在慢慢在那边 享用那个意大利面 后来他打电话回来 我才想起 好像忘记 忘记这件事情 房间都跟水了 那谁去清啊 后来就请那个施工工人 然后把潮湿的地板再挖起来 然后重新 对啊 那个木地板 应该全部都坏掉了 对对对 潮湿就不行 很夸张 然后烧水也是常这样子啊 这都已经是很平常的小事 在这边烧水 我跟你讲客服健忘 我要提醒大家 因为刚刚那个潘老师说 这个很危险吗 你烧水一定要按个闹钟 倒数计时十分钟 如果还没滚 再按一次 提醒自己 这样子就不会发生危险 你放十个闹钟 你还是会忘记啊 现在科技这么进步 有很多那种水开了 他自己会啾 会有声音的吧 他在睡觉 他完全 他等着时间 他就看书看一看 然后就睡着了 然后啾 然后左邻右舍都来 他还是在睡觉 那车子不见是谁的不见 他有一次 那时候 不见 对很扯的事情 有一次 就是之前我怀孕的时候 然后我也是 跟他说我想吃草莓吐司 他就说好好好 那他去买 就买回来是草莓酱 我说那我跟你一起下去 买吐司好了 因为只有草莓酱 就我们下去 要牵机车的时候 因为就在我们家附近而已 要牵机车的时候 我说 为什么找不到我们机车啊 他说惨了惨了 被偷了 对 对 被偷了 我吓到你 真的被偷了 对 然后后来他就 他就跟那个管理士警卫 警卫讲说我们机车被偷 然后警卫也好紧张哦 就报警 然后警察来了 我们还特地去警察局哦 那时候 7点多 然后在警察局 搞到差不多 8 9点 就什么三连单 然后什么 有没有可以 人物什么什么 做笔录 做完之后 回到社区 然后里长也来了 来关切说 怎么办 我们这个周围出现那个歹徒 然后那个什么 投资车的 对 会不会之后 会不会更严重的事情 然后大家都很紧张 就说 那不然我们来检查 那个监视器好了 就群人 大家很紧张 在那个监视器 只能要看那个小偷 对 看了一两个小时 已经快10点了 10点 11点 就看到一个人 很像阿福的人 骑着摩托车出去了 然后 又看隔了10分钟以后 怎么一个长得很像他人 走路回来 走回来 对 后来他才自己很尴尬说 啊 我忘记了 我的机车停在7年 太誇張了吧 真的 你搞到警察 里长 社区管委会 全部都出动了 对 看那个 好尴尬 所以他去买一个草莓酱 就停在那边就回来 就后来真的车子在7年 对 对 然后看监视器的时候 我是越看越后对 越看越后对 因为其实他已经 他一看监视器他搞不好就已经想到了 我想起来了 可是我已经下不了台了 你知道吗 节目人都在 那后来你怎么买礼物送人家 后来有请大家吃东西了 就是买一些饮料 好尴尬 我们都敢坐在那边 不好意思 好久哦 你确定这是你们的强棒吗 真的强棒 对 这回合 是 耶 耶 酷 现在只有只能靠天团了 对 我刚刚也在等阿福说 这些是因为都是因为他怀孕了 哈哈 我没办法讲 你真的不想 来Niko Niko你坐这里有没有搞错 没有 他根本就是猪脑袋好不好 因为我本身是做网袋 Niko 你可以坐这里 他平常都很健忘 他是没坐过这里是不是 怎么可能 这个位置我觉得不可能 一定是Kim 我的脑袋比他好 真的 是真的 因为我本身在做网拍 然后我就叫他去寄包裹 然后呢他就说 老婆那我出门寄包裹了 他出去一个小时回来 然后他回来之后跟我说 老婆 我包裹忘了带 我说 你包裹忘了带 那你去一个小时 你应该走出去五分钟 就发现手是空的吧 他说没有啊 我就 边走到邮局之后呢 然后抽了号码牌 等了二十个人 然后那个邮局业务呢 叫号叫号他 先生你好 要办什么业务 他说 我是来寄包裹的 然后他整个都忘记 然后还想说 自己包裹不见了 被偷了 然后还走回来说 老婆我的包裹不见了 他监色器 门一打开说 原来在这里 超夸张的 没有因为他包裹很多 然后我就一直在 因为每个借的方法不一样 有什么几号带几号带 然后我就边说 我就边念 这个要寄几号带什么什么 我就一直在寄这些事情 这个了不起是他这边等抽号码 对啊 你等抽号码 对 而且他从我家走到邮局大概十分钟 他走路的路上 居然没发现两手空空 你是跟阿福一起去 因为我在背那个 我在背勺包裹要整个紧 来来来 玲玲 他有一次超夸张的 他把钱包啊 然后平板全部都放在车顶上面 然后忘记拿下来 然后就直接开走 然后回到家才发现说 诶 我的手机咧 怎么都不见了 那不是开走会掉了吗 到家之后才回去找 然后都碎掉了 你为什么不放一叠钱 OK 我好 借我后飞 钱也放在上 财通子 钱也放在上 对 没有 那时候我是真的要赶着回家 因为我妈已经把小孩带到家 我要赶着回家 我打开车门我想说先放在车上面 然后我帮完东西之后我应该会借拿 然后我就车 我一关门 车一开就走 然后后面还有车一直扒 然后我还很生气 我还加速柴油门直接走 我到家之后我想说奇怪 我好像有东西 忘记拿到底是什么东西 一直想不到 一想到我马上直接骑机车 冲到原门地方沿路一直找 做事有找到 因为我放钱袋子 那个袋子很破烂 所以没有人想要捡 所以钱包找回来了 所以钱包找到了 手机呢 钱都找到 就是手机整个碎掉而已 所以我觉得 你还有平板 还有平板 平板 但我觉得没关系 钱找到我就觉得 钱多少 差不多 就是后款十万而已 哇 那很多耶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这个要认识一下 对啊 你升级哪里啊 哇 静止 听完这些匪夷所思的行星后 马上进行记忆力大考验 看看三位代表团 记忆力到底如何 我们来测验一下 阿福 这是什么人 老婆 对 老婆 老婆 好 老婆长这样看五秒 一 二 三 四 五 记住他的特色 好 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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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请老婆进去换装一下 看他出来还记得他什么 没问题 你记得你老婆昨天穿什么吗 好像 昨天我看到老婆 有有有有 对 好像是粉红色的上衣吧 昨天 还是内衣 内衣 整套没有看到 昨天没有看到 昨天没有看到 对 昨天没有看到 这样就知道意思了 那小朋友呢 小朋友穿什么你记得吗 小朋友记得比较清楚 小朋友穿毛衣 也是粉红色的 是你帮他穿的吗 不是 昨天我工作 问昨天的我会太为难他们了 今天常吃什么 摔 今天早上吃 早餐 饭坛 饭坛 你们上次生日的时候在哪里吃大餐啊 生日喔 对 我生日 越来越硬了 有了我们生日有庆祝了 好像是吃牛排 是你的生日还是他的生日 他生日 那你有送他 你送他什么东西 我送他 那个小台的 可以拆的那种变形的电脑 OK 我会不想吃